嗨 大家好 我是Cash 那么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做交易的我 到底准备什么东西 和我需要避免什么东西的 第一个东西 我一定会准备一台电脑 那么这个电脑就是我在做交易的时候 我都需要用它这台电脑来做交易 当然我还需要一台电话 因为这台电话呢 就是让我知道 可能我的这个电脑 可能会有问题 可能会突发问题的话 那么我的电话 还可以看到当场的这个数据吗 第二个东西呢 我会注意到 我会准备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WiFi 这个上网呢 一定要 因为呢 如果你没有上网的话 你没办法看到这个市场上的数据 那么第三个 就是你一定要在做交易的时候呢 一定一定要做什么东西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ok 因为呢 如果你在一个很潮的地方做交易的话呢 你没办法去focus的 所以在这边的话 有三点 我自己每次做交易的话 都需要去准备的 第一个 一定要有一台电脑 第二个呢 找出一个WiFi 找出一个地方 上网会比较好的 或者你的Hotspot也可以 所以 只要stable的话就可以了 第三个 就是你在做交易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越潮的地方的话 会导致你可能比你进场的话 会导致到判断错误 好不好 那么在做交易的时候呢 我需要避免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 第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当你在做交易的时候呢 千万千万不要喝酒 很多人在做交易的时候 都会在想 哇 我现在很relax 我现在在家 我一个人做交易的时候呢 我非常非常轻松 我就开一瓶酒 然后呢 自己去交易 其实这个方式呢 没有说对 也没有说错 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说 千万千万不要开车 一边喝酒 一边做交易 因为呢 你一定会瞎错闪的 你一定会乱的 所以呢 做交易的人不要喝酒啊 第二个东西呢 就是当你在做交易的时候呢 千万千万不要同一个时间 ok 不要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去处理很多东西 好像比如说你现在在做交易 可能你在另外一台电脑 你在做你的project啊 在做你的这些video啊 甚至在edit一些照片 这些东西 ok 千万不要在同一个时间 去进行两种东西 因为呢 你没办法关注着这个MT4 因为我们在做交易都知道 因为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波动 太快了 所以你要做交易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当下是非常非常的冷静 和不要做同一个时间 走太多太多的project啊 东西啊 安排东西不要 因为呢 每一个人都会在想 哇 那么如果这个MT4开着走就好 那么如果有东西 有东西来的话 那么我去进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你一定要去判断嘛 因为很多人在做交易的时候 都会在想 哇我现在进场了 我现在怎样都要进这一场了的 但是我就是没办法找到这个进场点 当你进场点来的时候 可能符合到一些条件 可能这些条件 没有办法可以让你当下你进场的时候呢 有这个力度 甚至有这个方向嘛 所以在做交易的时候呢 千万千万不要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做太多太多的东西 因为呢我本身也是这样的人 所以每次我做交易的时候 我一定会避免这些东西 ok 那么我就可以很冷静的 坐在电脑前面 每一天2点到5点的时候 我就坐在电脑前面 很冷静的 我就是看着这个电脑就好 不要去做别的东西 因为当你去做别的东西的时候呢 你就没办法去专心做交易了的 好不好 所以 做交易的时候 这两点很重要 第一个 就是 避免不要喝酒 ok 第二个呢 就是你在做交易的时候呢 千万千万不要同一个时间 做很多东西 第三个更重要的 ok 我想到第三个更重要的 就是当你做交易的时候呢 你的情绪如果不稳定的话 你就不要做交易 因为呢 当你如果情绪不稳定 你做交易的话呢 会把你的情绪带入到MT4里面 会导致到你的心情如何 你的交易记录就会如何的 好不好 所以你做交易的时候 情绪一定要稳定啦 如果不稳定的话 把你电脑关了 收集保险箱 明年再继续 好不好 所以呢这三点 第一个不要喝酒 第二个 找出 就是同一个时间 不要同一个做太多东西 第三个呢 如果有情绪的话呢 在当天晚上或者当天下午的话呢 就不要进软耳的单 好不好 所以那这三点 我准备什么 和我避免什么的话呢 这个是每次我做交易的时候 我都必须回去做的东西 ok 好那么如果你们本身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准备什么东西啊 你们喜欢避免你们在做交易的话 你们避免什么东西的话呢 都可以留言在这个影片下面 好不好 那么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分享一下 我在做交易的时候呢 会有什么东西 和大家一起分享的 好不好 留守着我的影片 每一天我都会发一些短片 让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学习 好不好 谢谢啦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